好 我們看美國跟韓國的這次的見面 是不是也使得朝鮮緊張 昨天大家另外聚焦的一個世界大師 就是拜登跟尹錫悅宣布了華盛頓宣言 說美國的核潛艇40年來 將要首度部署在南韓 那這也是從1980年代初期以來 現在這個是第一次採取這樣的措施 那拜登就威脅說 如果在對美國還有盟國 進行核打擊的情況下 就要來更換朝鮮政府 直接跟朝鮮來嗆聲 那表明了對於朝鮮要加強威懾 但一旦朝鮮發動攻擊 美韓會深入協調核對應戰略 尹錫悅也提到說 美國接下來會長期 而且常規的在朝鮮半島來部署武器 韓連社他的解讀 他說影協約訪美之際 白宮又表態說 拜登堅信能夠履行 對於韓國的協防承諾 韓國的媒體講說 他們看起來好像不是那麼的樂觀 就講說美韓儘管 就新設了這樣的核諮詢小組 但是不意味著韓方 能夠干預 干預 干預美方的核武決策 這不意味著韓方 能夠有相對應的決策 最後決策權 能夠行使全力的 還是在美國總統的手上 另外我們來看看 這個影協約訪美到底拿到的是 蘿蔔還是棒子 因為就被專訪 NBC專訪了他 然後他就是講 問到了說這個被監聽的事情 影協約也承認 真的是有些尷尬 但是不影韓韓美同盟鋼鐵般的信任 因為一旦你有了這個信任 你就不會動搖 結果這樣話一說完 韓國人都炸鍋了 就想說這個你在說什麼 真是無語 即使是朋友騙了你 你還要繼續堅定的相信 所以人家講說這個影協約 是不是有些韓國人就乾脆罵他說 你去當美國人算了 你在當什麼韓國總統 所以大家都不買賬 可是影協約覺得很得意 這一次他說自己是這個 韓國的第一業務嗎 因為他訪美兩天吸睛了非常的多 大概44億美元 那見了拜登 他為此還苦練英文到深夜 人家想說 哇 他這個到底多用心呢 他原本就是在27號 要在這個美國的議會 來舉行半小時的演講 所以這是他訪美的重頭戲 那這篇演講稿 他已經親自修改再修改 逐字研究這個措辭 還通宵達旦的苦練英文 來一場全英文演講 希望可以打動美國的心 那他換來的會是什麼呢 換來的是 他剛剛講說吸金44億美元 可是他代價會不會更高啊 因為看起來這個三星 還得要去美國這邊設廠嗎 拜登政府通過了通膨削減法案 還有芯片法案 似乎是掐住了韓國經濟的脖子 那現在在美國投資建廠的企業 才能夠享受到美國這個補貼嘛 所以在美國這樣的一個壓力之下 韓國的三星就必須被迫 有點像我們台積電啦 就是在美國要來投資建廠 這進一步也制約了韓國晶片的一些產能 所以看起來未必是好事 但是影席月很開心啊 他覺得他這個拿回了Netflix這麼大的一個補貼 他覺得這已經是莫大的一個成就了 那我們另外看啊 這貓膩也在後頭喔 你看喔這個韓國跟美國 他們一起這個發佈了相關的這一個協防承諾 那其實我們看 咦 這是不是沒有放上去 我們不知道放在哪裡 咦 放到哪去了 好 沒關係我口頭講喔 他就其實呢 這一次我們看 他這個影席月跟他一起發表的聯合聲明 還提及了這個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但是妙的是呢 他們這個聯合記者會之後喔 影席月沒有提到台灣的相關的問題喔 他原本在出發之前他是怎麼講啊 就是說喔 台海是這個全世界的事情 可是他最後在這個聯合聲明的時候 他沒有講到喔 那另外還有傳出一個消息是說 美方向這個中方先行的通報喔 因為他就是在這個跟影席月碰面之前 其實呢這個美方呢 有跟中方先先行預告說 我們會提到台海的事情 所以看起來是不是美國跟韓國 他們對於中國大陸都不想得罪 因為畢竟現在拜登喔 要接下來還要再選第二任了嘛 然後但是他現在目前這個債務問題 也是非常頭大 還需要跟中國大陸和緩的關係來解決 所以你看到這個眾議院喔 通過了這個政府債務的上限法案喔 那美國的前國務卿希拉蕊 他就是說這個美國美債違約的話 恐怕還會導致災難性的一個後果 那連馬斯克都講說 如果一種武器喔 一種貨幣它武器化的次數夠多的話 其他國家就會接二連三來停用喔 那我們首先來問一下介老師 對其實馬斯克他們這些都是 美國的生意人都提出來 美元的這個目前面臨的危機嘛 就是所謂的美元的武器化 那美國在自毀長城 美國這個霸權如果沒有了美元的話 美國這個國家自己的經濟 能不能承承下去都是問題的 現在的美國已經不是十年前 更不是二十年前的美國 大城市過去沒有這些無業 所謂的這個無家可歸的遊民 搭帳篷情形 現在聽說大城市 這個很多過去還算不錯的區 都有人在那邊搭帳篷了 然後物價飛帳 然後社會這個政治兩派的尖銳的對立 然後種族問題也越來越嚴重 美國現在這個問題真的是 看起來是無解 可是他們的所有的這一些 目前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 還在繼續怎麼樣 繼續把這個真正的問題加以野蠻 把所有的過錯都歸咎於別人 你看拜登今天他已經負責美國的政治這麼久 他還有很多問題都是說共和黨做的 然後要不然就是別人對他不公平貿易 不然如何如何 都不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所以美國現在的問題就跟這個 馬斯克所一針見血做出來 你今天美元的危機 就是因為你自己把美元當成武器來死 造成各國對美元的信任感下降 大家都希望盡量減少美元的使用 減少美元的使用不就是這個 不就是去美元化嗎 其實另外一方面 你看現在在全世界推動 不用美元來交易的 最激烈的國家最 就是俄羅斯 俄羅斯他不需要在這個戰場上 在其他地方跟你美國來進行正面的鬥爭 俄羅斯掀起一股風潮 用他的國際影響力 盡量減少你美元的使用率 這就是對你美國帝國 美利堅帝國 最大的一種釜底抽薪的打擊了 所以任何國家都有他的弱點 只是說你不要把他自己 把他自己開第一槍以後 那麼另外現在美國 看起來好像是說很風光 韓國也對他俯首稱臣 日本也俯首稱臣 歐洲也現在都聽得 表面上是如此 實際上並非如此 實際上很多國家用盡一切方法 跟美國在進行對抗 在削弱美國 就連我認為中國大陸 你看著是美國要跟中國大陸脫鉤 其實中國大陸現在也在對大陸出手 我們講韓國的這個 我們就講這個記憶晶片好了 中國大陸已經對美光這樣子的 一個記憶晶片的 美國的大廠已經做安全查核 如果說中國大陸對美光的這個案子 在中國市場銷售做出禁售的話 美光損失23到25億 那是非常的大 另外 Rocky Martin 中國大陸也都在相對應的報復 所以我是覺得美國事實上 表面上看起來 他們好像還是主動 可以整到別人 事實上他自己的國力 不斷的基礎的腐蝕很嚴重 好 來問鄭元哥 談到核主器 因為北韓最近在發展核主器 造成南韓很多民眾過去是反核 現在開始希望說也要有核彈的保護 所以這個尹徐越就利用這種情緒 認為說要嘛韓國自己發展核主器 要嘛你美國在我韓國的領土上 部署核主器 美國當然不想去擴大這個事端 所以採取一個所謂中間的方法 就說好 我不在你領土上 部署核主器 但是我裝有核主器的核能潛水艇 我可以靠港 靠近你這個韓國的領海的港口 可是問題我們大家都知道 韓國附近的領海的港口 它的海洋深度都不深 比較深的日本海 也深達1300多公尺的時候 但是都是靠近日本那一邊 不是靠近韓國這一邊的 所以你核子潛水艇 在韓國 韓朝鮮半島附近 沒有什麼太多的活動空間 比如說黃海深度才45公尺 然後那個東海深度才多少 才300公尺 都不適合核子潛水艇運作 所以這個等於是安慰 一個安慰劑而已 可是就故意假裝說 我設計一個諮商小組 我如果要使用核主器的 你韓國可以來商量 你韓國 我是覺得 韓國朋友不要介意 在美國人眼中 韓國是美國的反屬國 所以這個中祖國對韓屬國的人 監聽是理所當然有什麼不對 你這個反屬國的總統 跑到美國來 你還敢講我監聽你嗎 這不是中祖國應該有的權利 美國人是真的這樣想 不過韓國比美國好一點 因為美國人眼中看待的台灣 是什麼 附屬殖民地 什麼都要聽他的 他不一定要給台灣什麼好處 至少你請習越到韓國去 他還可以找Netflix投資25億 還找很多廠商投資19億 總共加44億 號征南韓最偉大的 吸金的A物園 我們蔡英文經常跑美國 但是去美國發紅包 給那些政客 從來沒有在美國 拉到什麼 這個到台灣來投資 你聽過美國 因為蔡英文去的時候 到台灣來投資嗎 沒有 所以我是覺得隱形業 雖然被韓國人罵得臭頭了 但是台灣的蔡英文 沒有人罵他 他只要找很多的大鼻子 藍眼睛 或有流鬍子 到台灣來演一演 我們台灣人很開心 竟然撒鈔票 所以某種程度來講 誰在賣國就很清楚 所以比上不足 比下猶豫 真的比上不足 比下猶豫 大家仔細想一想 至於三星SDI 要到美國去設廠 這也算是一種擴展 因為三星SDI 本來是做手機電池 現在改用車用電池 還能動美國設廠 而且重要的是什麼 三星SDI的製程設備 都是跟中國採購的 所以這個 中國在後面拖一下 你趕快去吧 你趕快去吧 好 來問一下楊老師 我跟韓國人的接觸 你一定要了解 韓國人的這種風格 跟他的民族性 他不只是愛面子 他很喜歡很盛大的 很隆重的 然後又把這個格局 把它撐得很大 表示我是改變時代的 但你就看到 不斷的在重複改變時代 而時代還是在慢慢的 看著你被改變 以許願是如此 現在韓國想要有三個層面 跟這個核子武器有關的 他做不到後面兩個 第一個叫做核保護 第二個叫核共有 第三個叫核發展 核發展 你知道1998年 這個軍大中上來的時候 發現到韓國軍方那個時候 在做濃縮 他說 劉威時報也報導出來 被壓下來 當然被美國壓下來 核共有是什麼意思 就像現在美國在歐洲一樣 在你國家境內放置中層飛彈 但上面有戰術的核彈頭 這個在亞洲都沒有 連日本都沒有 在韓國這個還得了 核發 所以他叫核保護 那什麼叫核保護 也就是說其實美國 跟你有軍事聯盟 但是是用一種比較間接的 提供你一種就是嚇阻的力量 但是當然美國的核子武器 怎麼會讓你來去揭露呢 所以他一直想要說 有關於在韓國地區使用核嚇阻 是不是能夠參與這個討論 但美國當然拒絕 現在美國稍微退了一小小步 也不算真的退步 我派核子動力潛艦靠近你 進入到你南韓的軍港 過去也是沒有的 那核子動力潛艦是可以進入到日本 所以這樣子的變化的的確確 似乎是有點改變 可是你不要忘記 尹徐越得罪了誰 尹徐越得罪了北韓 當然他也是因為北韓 不斷的發射彈道飛彈 尹徐越得罪了共同民主黨 也就是李在明這個黨 在他去美國之前 李在明還被起訴 也就是說他貪污 然後共同民主黨 可是他在國會裡面是169席 尹徐越的國民力量黨 只有115席草小也大 所以等他這個結束之後 回到那個國會 我覺得你等著看 會把他轟得體無頑膚 為什麼 因為他講到了跟日本的問題 你不能叫100年前的事情 要日本去下跪 這個東西其實講得太極端了 對不對 難道你就一切要抹掉了嗎 所以真用功的東西 變成韓國自己的